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 这个电脑很省电没有关没关系 错 因为电容一旦烧掉的时候你整台电脑几乎就要报废 所以注意到它这些都算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不管是这个电感过滤电流的这些杂讯 能够使电流保持一个比较稳定 因为电流如果上下跳动太快的话 对于其他的电子零组件的伤害是很大的 包含这个传信的品质都会有影响 电容的话也是储存电路中的这些功能 包含把电容维持一个相对的稳定条件 再做输出的话你的这些电子产品 就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一个操作 那电阻的话是调节电路中电流跟电压的大小 因为电流太过庞大的时候 它很容易是把其他的这个零组件 有些没有办法去附和的话就会烧掉 一旦烧掉的话你这个产品就挂掉了 一样那这再就是一个震荡器 产生重复同期性的一个讯号 那滤波器就是筛减这个讯号的一个条件 那有这几个功能呢 虽然我刚刚说过 它们都不是一个非常这个昂贵的一个产品 但基本上你又不能没有它 它的这个技术门槛看起来未必是很高 但基本上呢 有这些东西呢 才能够使一个电子产品 维持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运用跟一个操作 好 既然说这个叫做被动元件 这个被动两个字一定有它的含义嘛 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在电容啦 电阻它是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发挥功能 它没有办法自己发电啦 也没办法自己发热 一定要靠这个主动元件 去维护了这个主动元件 但是在台湾以及包括了全球整个被动元件的产业 最高阶的还是落在了日本嘛 包占了这个整块的市场 台湾的部分是不是还是比较属于低阶的 这个电阻电容这一块 但是如果量大的话 还是能够赚钱对不对 那的确我们看被动元件 大家印象就是主机板上面一堆啊 电阻啊 电容啊 这个东西有什么高科技 可是我们刚才又看到今年 被动元件相关的公司 包括像国具 包括像齐立新 今年的一个财报 这当中很多法人都估计 成长个四成五成都还是有这种力道存在 那这个力道到底从哪里来呢 最主要除了说大家所熟悉 主机板这个PC上面所应用之外 来自于非3C的一个部分 在今年啊应该讲去年开始 就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成长力道开始出现 那这里面我们举一些例子来做一个这个观察 从这张图表里面可以去看得到 那这张图表我们会去看到说 整个被动元件在这两年最主要成长的重心在哪里呢 包括像在汽车的部分 汽车也包括像在充电的一个部分 里面也要是要用到许多的电容跟电阻 陶瓷电容热敏电阻 再来看到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像是在整个这个交换器 这个扛这个所谓的电子控制系统的部分 也是一样去用到许多的一个 这个被动元件在这里头 TPMS今年相当热门的胎压侦测器 一样要用到滤波器以及这个热敏电阻 还有呢 包括像ABS的一个刹车系统 那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整台车子 不管是一般的汽车 电动车都是用到大量的一个所谓被动元件 那不止汽车产业 我们再来看这边 包括了像在整个这个 像是在这个部分 医疗用的部分 像是血压侦测器 这些血糖侦测器的部分 一堆的一个被动元件 其实通通都是需要 包括像LCD的一个控制器 IO的一个输出入装置 那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也都是在今年重要的成长动能 还有一个在节能产业 太阳能来讲好了 太阳能产业要不要用到 所谓的被动元件 里面也要用到 包括像直流交流电的一个交换系统 包括像在这当中 许多的一个突破一支控制器的部分 这都是在整个被动元件 你会发现到 真的不只是因为PC的市场 在做回温而已 许多非PC的应用 都在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这个部分上来看的话 这也是为什么说被动元件 看起来好像不起眼的一个产业 但是今年的股价 很多都已经默默加温上来 这就要业绩成长的动能 来自于这个部分 好 其实在那时候 08年就海舍的时候 这个台湾的被动元件产业 曾经是度过了一段 非常难过的艰困期 但好不容易经历将近是7年时间 在去年开始慢慢的获利了 因此在整体的被动元件 的确是有些转机的概念 我们就来看到说 在个股 以及包括了最近 怎么会说被动元件涨这么多 指标股 当然是落在了国具的身上 这个国具是做这个电阻器的 今天有一些成长空间 即将面临到是在出圈出席的 这个时间点了 今年配7块 因为减资嘛 这个就要问一下博姐了 现在来参与OK吗 好 其实被动元件的产业 就跟现在的低论一样 没有人倒 没有人被病 他的市场就不会好 结果现在几年前 十年前 被动元件就因为 这样一个整病之后 现在呈现一个 获利稳定成长的一个行业 那相对的就是说 全球第一的是春天制作所 日本的春天制作所 市占率高达35% 国具当然也是一个 蛮巨规模的 那不过呢 因为他们的产业 有一个特性就是说 我只能做这个啊 我还能投资什么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所有东西都 就太过专一化了 对 所有东西都要用到 那我还是专一做我的 这个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就好了 所以就变成说 他钱 现金满满的在公司里面 不知道要干嘛 所以与其这样 干脆退还给股东 那这还算好公司 简直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 弥补亏损 弥补亏损 要美花财面 财报财面的 简直 但是国据这个呢 叫做说回馈钱 再分回给股东 退七元 再减资 那减资是个好处 他两百二三亿减资到 六十六亿 他整个获利就暴增 因为股本变小了 他的EPS就会 拉高 所以预期就是说 他EPS如果说减资后 EPS会达四块钱 那相对就是说 现在的股价五几块 六几块 这样来讲 还二几块来讲的话 那他基本上是偏低的 所以说基本上 现在来去给他参与 作为减资 我认为他是一个 还是偏低的一个价位 所以说现在股市 应该九千多点了 不是随便可以买股票 但是他如果减资给股东 而且股价 还有一个补涨的空间的话 这样的股票 基本上我认为买钱 还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这个还是要买黑不买猴 这个避免一些追高的风险 除了包括了国据 如果说这个国据 在今年最新的六月份 已经涨了超过了一成 很多人看到 这个红黑帮也不敢再追了 去寻找一些 其他替代个股行不行 马哥 光吉了 这个薄膜电阻 今天也是往上成长 将近两成的空间 这个变成替代个股OK吗 可行吗 刚刚先生有报告 就是我们被动员员 在过往 所使用大概PC比较多 那现在可以看到 今年这个汽车电子 那这一块的这个路 非常的宽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光吉来看的话 它的这个低机的毛利率 来到三十一点三六趴 这在整个被动员员 族群里面 算毛利相当高 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因为它已经往 不是只有在一般的 所谓传统式的被动员员 比较走到立机型 像什么这个开发 这种新的这个散热机板 那大家晓得这个电 电的东西最怕就是过热 那散热的这个条件 像这个之前张东盟总 不是说过吗 在未来的Big Sync里面 这个所谓的把热能 它去散发出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开发散热机板之外 可以提供给LED 刚刚新同提到这个太阳能 那尤其汽车电子 汽车真的是要命的 你这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汽车板 这种东西 它的认证在国外 这要有相当长的时间 两到三年 对 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认证 还要非常长时间 因为这东西一旦故障 那可能车子突然间 就大事啊 对 那个在高速公路 可能会动起来 后面追撞上来 就可能会出人命的事情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说在这块认证 是非常小心 所以一旦像之前利隆电 利隆电为什么 股价会涨得那么凶 就是因为在车用电子这一块 利隆电已经跨足到进去 而且已经得到 这个市场上认证的条件 那以这个我们刚刚所说 光景在这个地方 包含汽车电子 还有这些高耗能的 这个行动电源市场 这一块就是其实 未来不管是物联网 甚至新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穿载装置 这个所谓的高耗能的 这个行动电源 一定会大幅的增加 因为你用的越多 耗电量一定越大 所以在未来这个 充电的条件之下 对于这个需求 一定是大幅的增加 所以我刚刚说到 再以光景来看 对于这个LED 太阳能 汽车电子 跟高耗能的行动电源的 这个市场呢 开发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 不管是这个 现在的智慧手机 或者多核心的 这种高解析度的 或者是多屏多膜 4G这种耗电量 都很大的这个电子产品 基本上对于这块需求 都是非常大的 目前它已经跟美国 这个快捷半导体 合作去致力 做什么东西呢 快速充电的技术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刚刚说过 耗电量 因为电子产品的 大幅增加条件之下 未来快速充电 就会成为市场的重要需求 这个地方要可以注意到 它在这一块 我认为将来的市场需求 会有大幅的一个 看到明显的成长 而且打入到什么 苹果的供应链里面去了 它也是苹果的供应链 第三季开始会扩大生产 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要注意到 它的这个高频电感的产品 在这个三月份 开始扩产20% 而且开始吃下 这个无线通信的 这块地方 目前也接到 华为4G机器台订单 那么原来的 这个所谓的 后膜的电阻 月产能 也倍增到40亿颗 那相对来看 法人预估的第二季 它的营收 会有希望 再创一个历史新高 第一季呢 则比去年同期 成长了两位数 所以这个高频的电感 跟这个所谓后膜电阻的这个目前产能来看 都是属于满者的条件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5月份营收 事实上已经是连续12个月的一个成长 本预比呢 目前大概是23倍左右 因为它第一季 因为这个营业率并不高 所以它的获利呢 23倍会不会太高 其实不会因为后面 它是以第一季的获利去做一个推估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认为后面的这个盈率会拉上来的条件之下 本预比应该会往下走的 所以本预比来看的话呢 23倍 刚刚讲 我认为是不会太高的 那另外来看就是 在去年的获利 它来配现金大概1块5毛钱 现金殖利率呢 大概还有5.4%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个股票在未来的一个残疾条件 尤其从技术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把这图形稍微缩小 可以发现到 光洁之前是完成一个 所谓三个月到五个月一个大的一个W底 有没有可以把图形缩小 可以看到 再这次放在缩小一下 把图形缩小 再看再缩小一点 再缩小一点 有没有 看一个大的W底 有没有 突破颈线之后 拉回回车颈线 现在再重新往它做攻击 我认为这档股票 倒是可以留意 投资面文 最近的法人的买超动作 也是开始有逐渐的一个加码的动作 好 这个光洁 除了这个现金还算漂亮之外呢 也有一些高值概念 算一下刚刚马哥说 这个现金值率来到了5.4% 也是有一些高值概念的加持 除了这个国具 以及包括像是在光洁之外 其他的四档有什么样的题材呢 吉利新 巨顶 和声堂 跟梅磊 我们就来看到说 是不是有些补涨上映存在 巨顶 其实在这个月份的时候 涨的是最少的 在光是六月份 载涨了不到了1% 其他的被动元件个股 都已经大涨超过了一成 就要问一下现容了 如果说从这个补涨上来看 巨顶是不是最有条件 好 那我们先从基本面的部分 来做观察好了 刚才讲到被动元件 今年的成长动能 都不是来自于PC而已 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其他 包括像巨顶的部分 这里有几个重点产品 第一个像手机跟平板用 里面都要有锂电池 锂电池最怕的是什么 过热 过热的情况之下 可能电池就烧起来 所以一定要用到保护元件 那保护元件谁在生产 巨顶就是这个部分的供应大厂 大厂 那第二个LED 今年的景气也开始复苏了 那LED景气开始复苏 可能对相关周边的一个零组件 会不会有这当中 开始需求出来 LED一定要用到 所谓散热模组 否则的话这当中 如果过热 可能当中也会快速的一个烧坏 所以散热模组的一个需求 这当中来看的话 这也是巨顶在今年重要的一个成长动能 那第三个呢 来自于刚才所提到 汽车的一个部分 那汽车的部分 现在很多汽车也好 电动车也好 这当中都已经开始 这个里面大量采用被动元件当中 例如说在这当中 这个电动小马达 很多电动车都必须要有一个马达 那这里面也要用到保护元件 那谁在生产 巨顶也都已经切入到 这块的供应链 所以我们看他的一个成长动能 来讲的话 的确是蛮够 那根据估计说 第一季的营收 大概赚了三点六亿 营收来看 或这个三点六亿之后呢 第二季 根据我们的估计 大概这季增率 有机会达到三成以上 那这个达到四点六亿左右的规模 所以股价来看 六月份是没有什么涨 原因在哪里 五月份他已经先拉高一波 拉高一波以后 休息整理 这都是一个正常现象 可是你看他 有没有出现一个肩头反转 破底 穿头之后又破底 也没有 就是一个高姿态 在做一个整理 换手之后 最近慢慢的拉回 是不是守住在月线附近之后 还通常强势股就这样 涨一波休息 等到月线上来 月线上来之后 又变成下一个推升的重点 那月线如果能够守住 可能这个当中 就是下一个攻击的一个机会了 好 如果说这个据顶 或是在国据 你觉得说这个价格还是太贵 这个一张都好几十万以上 在广澳怀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低价股 仍旧是当到 少额投资也能够滚出了大力 这个铜板个股 到底有哪一些 能够变成了天鹅 在天上飞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德国马牌轮胎 让驾驶充满乐趣 也让世界充满欢乐 现在买轮胎 就送全球唯一绿能足球 马牌和你一起爱足球 也爱地球 转动世界的力量 小姐 月头 谢谢 金牌呢 在这里 想做就做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My passion 金牌 台湾啤酒 尼可拉斯凯吉 即倒数计时 再次挑战地表 最强老爸 暑假最杀动作强档 六十二十即刻复仇 德国马牌轮胎 让驾驶充满乐趣 也让世界充满欢乐 现在买轮胎 就送全球唯一绿能足球 马牌和你一起爱足球 也爱地球 转动世界的力量 台湾第一次豪宅高峰会 大户风范 等您入座 这是成就之后 以家人共享的城堡 家的珠宝盒 华丽 珍贵 惊喜 幸福是必备的元素 我想创造一个回家的心理 打开门 发现另外一个世界 台北看不到的 欢迎来台中 台中国家一号院 04-2259-6166 做一个老婆 可以吃苦当作吃饱 跟老奶当作喝奶 但是 绝对没得到家人 受到期待 今天来整个冷气 很舒服 感觉很贵 放心 这在地买20年的老百祖 生电钱 还要隔开钱 万事以两次 最了解你的心理 台北市 去说买 我是福禄 家宇景美炸 四字头发架 快来买哦 华库新天地 29301888 华库建设 新年呀 雅诗兰黛 给你百里透红好气色 粉红牡丹精脆 瞬间保湿 无敌粉嫩 很暗沉肌肤说拜拜 专为年轻肌肤诞生 全新红十六超能系列 雅诗兰黛 FORD KUGA 二式同级车 最强悍242匹马力 开创华时代智慧疆域 同级唯一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调节车速 保持安全距离 一路从容以对 25度 FORD KUGA 王者在领 谁与针锋 邀您亲自感受不凡 这下有FORD 马上来试驾 孔万节热气球热你玩 入主FORD KUGA 向80万零一旅 送以示显 再免拍燃税 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 Jolika来看 把这个投资门槛 如果再降低一点的话 现在台北股市里头 有一种特性 就天龙地虎西发威 天龙当然是 涨的是在大力光了 这个天价的个股 继续往上创高 地虎呢 就是说这个 接近了10块票面价值 20块钱以下的低价股 也是开始往上涨 有一些落后补涨的效应存在 30元有找低价好股 有哪一些 不过我们先来看到说 节目之前 也是有做过相同类似的题目 但上次只针对了 10块钱以下的个股了 挑出了次的 结果有两档 都是在节目讲完之后呢 一阵的往上狂飙 一个是落在了金像电脑 在圈圈是在节目讲的同时 讲完之后呢 波段涨幅超过了12% 跑得很快 另外一个貌系更强势了 也是在框框完之后呢 直接往上的攻到了 10块9啊 已经是充获了 这个10块钱的铜板价 在波段呢 大涨超过了30%的获利幅度 100万能够拿回130万 就来看一下说 在台北股市里头 还有哪一些 30元有找的低价股 画面当中出现了六档 至上啦 华东啦 原富正 光磊 金元电 还包括了泰陵 比较有名的 当然是落在了光磊 跟金元电了 不过要先请马哥 来挑一下了 马哥挑戴是华东 今年有些成长空间 说EPS 不到了一块钱 股进比是来到 一倍刚刚好的数字 这股价的确 有一些飙涨的特性吗 基本上 华东它是 华兴旗团的股票 上礼拜可以看到 华兴的股票都能够拉涨顶板 所以可以显现出来 这么大大牛股都能往上攻 它的旗团旗下这些股票 注意到华兴是没有赚钱的公司 那华东基本上低级还是赚了两毛钱 那这个是本业获利 并不是业外的收益 大家注意到就是说 以这个华东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表里面 它的净值比仅次于什么 仅次于原富正 原富正是证券股 当然跟电子不能去同意 所以相当于开始属于第二低的一个公司 那估计的金融盈域成长大概是30.7% 那机构预估是0.84元 那我认为应该会比这个高 为什么 跟各位报告一下 它第一季的EPS是两毛钱 第一季的毛利率是9.58 就赚了两毛钱 而且注意到 它比去年的第一季年成长 是4.99 年成长是92% 所以第一季的毛利率 比去年同期成长92% 再加上五月份的营收是连续 四月份三月份都创新高之后 五月份再创新高 所以估计第二季的营收会比第一季 再成长15% 所以投资朋友可以看到一个 像我刚刚所说到 如果单以第一季来看的话呢 这个第二季毛利率比第一季成长 情况之下成长15% 而且注意到它的毛利率 预估第二季会来到11%以上 第一季是9.58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季的获利 市场法人就预估 大概会比第一季成长40%到50% 那如果说是以50%来算的话 大概第二季就可以赚到三毛钱 上半年就五毛钱 那下半年又是传统旺季条件之下 基本上应该不会更弱吧 所以我认为应该会有机会 超过0.84元的条件 那如果是超过0.84元的话 它整个本益比就开始往下去下修了 所以在这个我们刚刚说到 在这个平板电脑跟手机 这个需求带动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行动式的这个低润 跟标准性的低润 风测都已经升温情况之下 第二季的这个产能利用率 超过了90% 而且我刚刚说过 毛利率第二季会回温到11%以上 第三季应该也可以维持这个条件 所以今年的预估 刚刚说的反正是0.84元 我认为会比较高 那从下条件来看 本益比大概16.4倍 那最主要我们刚刚所说 你可以看到底下 这个图形下面 法人几乎外资这一波 大概是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 二月份三月份可以看到 你看到它一路是在这买进 股价到从这个我们刚刚所说 从法人从今年二月份开始买超 到目前的位置 大概涨到差不多是百分之二十几 还不到三成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 整个买超动作完全没有缩减 所以看到华东的这个股票 这个地方目前除了我们刚所说 它是华新集团的旗下股票以外 它的客户包含有华邦店 美光 世界先进跟日本的东芝 这些都是它的大客户 所以我们说除了刚刚讲的 传统型的这种 低热跟Fresh的这个 记忆体的这个模组 封测以外 它目前已经开始进入到 所谓影像模组 封测模组 这个是比较高阶的 也是新的一个产品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话 也会把它毛利 往上做推升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认为 以目前来看华东的价格 大概十几块的话 相对来看 它并不算贵 而且注意到公司是有赚钱的公司 并不是亏捡的公司 好 今天华东收在了13.8块钱 非常明显刚刚看到 这个线钱的部分 只要打回到了这个季线 前两次 这个法人都还是持续的开始加码了 这个逢低加码 意味算是蛮浓的 另外一档就落在了这个智商 智商是六档里头 今年成长幅度最高的 超过了一倍 股计品是在一倍左右 今年EPS冲到了一块钱 怎么这么多亿 这个股价的名字学得很好 至高无上 这个股价继续往上看高的机会 是不是比较高一点 其实我先问韦婷 你知道这两年 什么股价可以涨15倍吗 华雅科 对 就是华雅科 华雅科是第一任 我们看到华雅科涨了15倍之后 其实来到这个地方 不要去追价了 但相对的 它带动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模组厂 八二九九的群联也上来了 也做了一个表态 那现在呢 智商基本上是一个 叫做记忆体的代理商 他是代理商 那我们看到股价 基本上好像还在低档 但是他今年的营收 盈余成长可以高达一百十六 那代表于说 他股价是被低估了 所以说华科涨了这么多之后 其实市场在关注是说 什么股价 可以替代 被低估 没有涨到的智商 所以智商来讲的话 基本上今天 虽然你看今天 基本上拉到涨停板 带量 代表说市场已经 已经知道说 华雅科的股价太过高了 而且不管是美光 Heinness也好 他也开始要 即将要做回档了 那回档的时候 会资金会往所谓的 通物商 我们俗称智商 其实是通物商 那通物商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会带动 另外一波的一个涨势 但是我会呼吁大家 就是说低润颗粒厂 我们建议大家 不要再追加 反而可以注意这个 在低档 比较安全一点的 因为我还是要强调 9000多点 现在是相对高档 不要乱买股票 而且找寻比较低阶的 一个股票来做布局 会比较安全一点 另外一档 也是要稍微的多加留意的 是包括在金元电的部分 这个金元电 今天收在26.9块钱 不到27块钱的价格 这个现行还不错 一直站稳的是在季线之上 就要问一下现容了 如果说今年还有 继续成长的空间的话 目前已经站上了季线 向上的空间还有没有 好 那我的看法 刚刚才博取比较不一样 一般的投资人都会想说 股价涨多的不要去买 还要去买那种 没有涨过的叫做安全 但是有时候最安全的想法 都变成 就是最危险的吗 就是最危险的做法 指数的高涨 你去买安全的股票 如果是好股票 会在低档让你很安全的买吗 通常都是有一些问题存在 所以强势股 我觉得才是大家 应该去继续追踪的重点 那刚才提到金元电的现行 目前还是一个这个多头结构 当然基本面的部分 还是有机会往上 大家很熟悉 它的最大客户就是联发科 联发科大概五成的晶片 生产出来之后呢 就是由它来做一个测试 那另外除了联发科之外 还有两个客户 一个是赛林斯 这家IC设计公司 可能大家不熟 它是在4G基地台里面 也需要用到 所谓的一个这个晶片 4G的晶片的部分 最大的供应商之一 那另外呢 还有一家叫海思科技 海思是什么 海思是中国 现在正在成长上来 目前中国最大的IC设计公司 今年整个这个金元电的部分 也开始拿下了 海思科技的大单 所以你不要只是想说 金元电只有联发科的业绩 研发科业绩当然很好 没有错 金元电会继续来做成长 其实它在其他客户的部分 也都有持续成长的动能存在 所以整个营收表现 第一季营收大概预估三属亿 第二季根据我们的评估 大概可以成长到四十亿以上 那这种业绩能够逐迹 往上成长的公司 我认为说股价来看的话 当然不是叫你创新高的时候 跳进去 压回的时候就来观察 是不是这地方月线或是季线 多头排列的情况之下 这些重要移动平均线 都有可能是投资朋友观察 只要守住之后 另外一波攻击的机会点 是可以来做继续留意的 好 最后这个短短时间 请马哥帮我们稍微 做一些结尾了 说在这个明天礼拜五的行情 还会依旧的如此的 冲下波队新高 基本上往上冲高的机会还是有 但是越冲高的情况之下 压回的机会是增加的 代表这个地方的事实上 把这个操作动作 开始去积升 所以刚刚先生也提到 这个地方选择强势股 注意到一个选项 你要看的是弱势股 弱势股的训绕是什么 第一个已经跌过月线 第二个去回补 5月28号这个跳光缺口的 单一的个股 这些都属于弱势股 所以要避开弱势股 去选择强势股操作 才是比较好的 好 提供到来参考了 为各位听者先收看 我们再会